我现在简单就用这个经文讲到这个神圣情,讲到法 我是用真言二五章十五节 《柔和的舌头能截断骨头》 这句经文就只是讲到一个人讲这个柔和 就能够截断骨头,即是最硬的人的心可以软化 而我是用神的圣情和神的恩典来作这个动力 因为有些经文是没有讲到神的恩典 有些经文是没有讲的 这个经文没有讲到怎样有恩典 怎样柔和的舌头能截断骨头 怎样可以有这个存在呢 我就会这样讲 为什么哪有柔和来的呢 这个世界的人在最终是没有柔和的 最终就是人会发怒、骂人 但是耶稣就是柔和谦卑的 神就是柔和谦卑的 即是有些经文是没有讲到神的 但是来源是哪里来的 好的来源就是神 不好的来源就是魔鬼 而魔鬼作为的相反就是神 比如有些讲到 有些经文是没有讲到神的恩典或者圣证的 那我们要是找一个相反 要是找他的正面就是神 正面就是神有这个正面 相反就是魔鬼有 但是神有他的相反 那这里就是柔和的舌头 就是由神是柔和的 那人是真的按照人性是难以柔和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见到人的不好的东西 我们是很难柔和的 人本性是很难的 所以这个必定是从神而来 就是神的生命 神的同在 所以神本身是柔和的 为什么柔和呢 就算以色列人顶撞他 或者很多不信的人顶撞他 但是神会感动 有时有些顶撞神的人 最终信了耶稣 有些无神论者 但是神就很耐性帮他们 结果他们信了耶稣 那这个就是神那种柔和 能够截断骨头 将人的生命改变 所以我们知道 原来这个神就是一个 这么柔和谦卑的神 而祂能够将祂的生命传递给我们 当我们亲近祂的时候 祂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了 就是神 柔和的来源就是神 神也都赐给人智慧如何柔和 神也都赐给人能力如何柔和 神也赐给我们 教导或者一些群体 帮助我们去柔和处理一些问题 好了 那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那人可以怎么做呢 人就是说 原来有个神是这么柔和 他怎么柔和对我 柔和反而呢 神改变了很多犯罪的人 有些敌党神的人 就是在网上很多见证 有些人是敌党神的 但是呢 神可以将祂扭转过来 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和能力 和神的柔和 那我们就说 神原来如此柔和 我就学习你的柔和 让我们心里面平稳安静 让我们心里面有神的同在 那我们就不介意了 不介意的时候 神又喜悦了 神又给我们祝福了 然后就提升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能够 用柔和的心去帮助人 至于方法 明明个人在说不好的东西 我们有什么方法呢 首先就是化解一些怒气 然后就 亲近神 得力 我不用介意祂说的东西 又求神给我们智慧 如何去柔和 去说话 所以这句说话呢 力量一定是从圣经而来 一定是从神的应许来 神的同在而来 那 那 那我郑先生就简单 做一个经文 就是说 怎样的来源总是神的恩典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什么呢 神是柔和的 如果神呢 好像中国那些神 中国那些封神榜那些神 是会打仗的 是会打架的 无理取闹的 但是我们的神是柔和去改变人的 那我们多谢神 祂这样去改变我们 让我们能够柔和的心去改变人 就是说 我们看什么经文都看到 原来那些好的质素 都是神才有这些质素的 好 那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就会祈祷了 一起祈祷求主 加力给我们 多谢天父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